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郭巴老師 大家有看到我們今天換了一個全新的背景嗎 這個呢 就跟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聊聊的 這個主題有關 今天我們要聊什麼主題呢 今天 要透過 這個防疫三級 這三週以來 在我身上帶來的變化還有 影響來跟大家 分享一下一些韓文單字的使用方法 防疫提升到第三級已經三週左右了 那 各位觀眾朋友不知道有沒有 在自己身上發生什麼變化呢 這三個禮拜大家怎麼過的呢 那郭巴老師這邊呢 是這個變化蠻大的齁 第一個最大的變化其實就是什麼 有看我這個 FB 臉書還有IG Instagram的好朋友們都知道呢 郭巴老師 上個禮拜搬家了 對 剛好我們家的那個租約就到期 然後可以先搬進去的那個家 又還沒有弄好 所以呢這個有一點遙遙無期啊 所以呢我整個就搬回來了這個 我自己的老家 這個家是我從 高中開始吧 一直住到現在 可是說實在的 郭巴老師高三之後呢 就住台北了 然後 高三 然後大學四年 然後去當兵 當兵的時候 也可以說是住在家裡啦 那個有放假的時候就回來住 然後當完兵又去台北找工作 所以已經當了二十幾年台北人了 然後 終於又在這個時機點呢 又搬回來 自己的老家 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 其實也蠻不錯的 那就是因為這個搬家的關係呢 所以呢 這個拍攝的環境也變得不一樣了 大家有看到嗎 背景就不一樣了 有一點點 怎麼說呢 單調嗎 因為一般來說YouTuber都是這個不坐沙發 坐在沙發前面的地上 對 那之前郭巴老師 住的地方也是那個樣子 我就故意坐在沙發前面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標準的YouTuber 跟大家講話的一個場景 不過現在我們家的環境 就不是那麼允許啦 就變成在一個 相對來說也比較乾淨的一個牆面 前面來跟大家 來做對話 但是也有一個好處 我那個搬家之前我們家 旁邊就是大馬路 所以有時候大家聽我那個 講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公車開過去的聲音有沒有 或是比較大的卡車開過去的聲音 甚至於 我家那個馬路對面 是個工地啊最近 然後就開始 所以有的時候我是故意避開它 工程比較 這個大聲的時候來錄音 錄影 可是有時候還是難免 講到一般突然那邊就開始敲木頭 好 那換來這個地方呢 變安靜蠻多的 也蠻好的 好 好 大家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韓文單字就是什麼呢 搬家 移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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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撒的漢字其實是 移設 把你的那個 設 宿設 移走 這個就是搬家嘛 是吧 伊撒 伊撒哈打 所以這個郭巴老師上個禮拜 伊撒ヘッソヨ 伊撒ヘッソヨ 那這個伊撒呢 這個東西 很有意思喔 它的那個諧音 跟 韓文數字 阿拉伯數字的 二 四 唸起來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以前啊 我有跟那個 韓國的朋友 就在家裡搬家的那個經驗 那他們叫來的那一家搬家公司呢 那個搬家公司的電話就是 伊撒伊撒 伊撒伊撒 這家公司 這個選這個電話 不知道花多少錢 台灣那個選號碼 有時候要錢 對不對 但他們那個搬家公司 整個電話就是 二四二四 二四 二四二四 那對韓國人來說超好記的 所以如果我要搬家 不是像台灣就是要找 什麼福 什麼的 那電話幾號你記不得嘛 對不對 哪一家搬家公司電話幾號 根本就記不得 可是 那一家搬家公司 我不記得他的名字 但我記得他家電話 所以我想搬家的時候 打電話一撥 伊撒伊撒 伊撒伊撒 那他就可以來幫你搬家 然後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個 Man's Game Man's Game的那個 這個Alan哥啊 他們的辦公室也是之前就有搬家 那他們那個搬家是怎麼樣 Alan哥還在那邊打電動玩具 那邊滑手機 搬家當天什麼都沒有包 然後搬家公司來了 就會幫他們東西拍照 然後全部收好 然後搬到新的東西 再給你全部放上去 這是一個對台灣人來說很新的服務 可是其實在韓國以前就是這樣 十幾年前我就是跟那個韓國朋友搬家的時候 就是這樣啊 我說去他們家搬家什麼 鍋碗瓢盆全部都還在那個 廚房裡面 然後書全部都還在書架上面 而且韓國大家知道嗎 這個apart apart 就是那個 那個大型社區的公寓啊 高的話有二十幾樓啊 台灣最近也是有啦 那他們搬家怎麼搬呢 不是進去裡面電梯喔 不是從裡面電梯這樣搬來搬去 他們有那種像雲梯車一樣的車子 貨車 他那個雲梯直接升到你家 窗戶陽台 然後把你家東西都從陽台送喔 然後他就有一個平台就會降下來 那就到他的車上 喔 這個韓國這個搬家的文化 或者說服務啊 我覺得是更到位了 現在那應該是更先進更好 這個很厲害他們會研究東西 那當然可能這個搬家的費用就會比較貴啦 不過那時候 十幾年前我看我那個朋友跟搬家公司殺價之後 好像付了三十幾萬韓幣 那台幣差不多一萬多塊 便不便宜呢 我覺得蠻便宜的 台灣的話出一台車 喔 他會幫你把家具啦 或者說什麼東西 欸 種的東西 背兩欄給你放上去 這樣的話 大概八九千跑不掉 欸 可是 就是韓國他連包喔 然後什麼的 這樣子才 才 三十幾萬 我是覺得蠻便宜的 不過那也是十幾年前的價格啦 說不定現在都不值啦 那第二個 發生在 鍋巴老師身上的變化是什麼呢 這個很多人啊 這個防疫期間窩在家裡 三個禮拜之後 很明顯的就是怎麼樣呢 變胖 長肉了 因為多在家都沒有動嘛 可是三餐就要照吃啊 所以就 長肉了 那在韓文呢 長肉 怎麼說呢 叫做 サリジダ サリジダ サリジョッソイオ サリジョッソイオ 那去年這個 コロナ開始之後呢 這個 韓國 出現很多的 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 就把這個 拿來套用在自己身上 什麼意思呢 在這邊 這個 指的是 猛然的 突然的 或是很大幅度的 它是一個撞聲詞啦 發 金 炸 變成什麼 長肉的人 發金炸 突然整個長胖的人 或是長胖很多的人 所以 韓國人很多人都戲稱自己 呃 コロナ期間呢 沒有得病毒 但是長好多肉 他也是發金炸 郭巴老師在這個三個禮拜 有沒有變成發金炸呢 沒有 倒過來 我還變瘦了兩公斤了 昨天秤了一下體重 我竟然只有 62公斤 以前是64點多啦 那不知道是體重機 不太準 還是說 搬家太累 不過其實說實在的啦 這個郭巴老師一直有在控制自己的體重 對 我是覺得 那個人要維持體重 沒有別的 就是 少吃 加上 多動 沒有別的 那現在竟然 不怎麼動嘛 那就要更少吃啦 是吧 常常保持在一個 微飢餓的狀態 就是 多喝一點水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不能弄到自己營養不良啦 不過 你一直吃一直吃 常常肚子很飽的時候 其實胃也不太好 身體也很有負擔 所以 不要吃太多 少食主義 縮食主義 縮食 少食 對身體是蠻好的 所以我也是 這個 以著這個原則來 控制自己的體重啊 我是覺得對健康啊 對整個精神都比較好 那第三個給我帶來的影響 不能說變化啦 這個疫情提升 對我帶來的一個很大的影響之一就是 我的重機駕照一直沒辦法去考 大家知道我那個 之前在那個IG 有PO一個 一個大豬公在那邊 然後 養在一個地方 然後都沒有綁繩子喔 他可以在那邊自由的走來走去 所以 其實那個地方就是一個駕訓班 那個豬公有時候躺在廁所前面 那是基本上他的家 前面有一個臉盆 他可以喝水 那有時候他會跑到那個辦公室外面 不知道是辦公室門打開的時候 有時候冷氣會露出來比較涼還是怎麼樣 反正 這一隻 欸 應該說可愛的豬豬 主人對他很好 是放木這樣子 他其實就是駕訓班的吉祥物啦 其實我就是去報了這個 重機的駕訓班 那之前台灣不是缺水嗎 那其實就是天氣一直都很好 所以我就想說 我去找一個駕訓班 原地考照的 我趁著那一個禮拜天氣好的時候 我都去練車 然後就一個禮拜之後可以考那個駕照 這樣子 可是天不從人怨 人算不如天算 本來就差兩天我就要考了 結果呢 突然疫情防疫就提升三級 就說不能考了 所以我的這個重機的駕照 韓文叫做 那連音起來的話呢 那連音起來的話呢 就一直沒有辦法去考 現在那個 那個防疫三級又延長了對吧 現在是延長到14號 全國三級14號 希望如果真的就是穩定下來的話呢 14號之後 15號之後 大家都恢復相對比較正常的生活 雖然出門還是一定要戴口罩 Mask還是一定要戴 但是 這個 其他的部分該考照的去考照啊 該上班的去上班啊 這樣正常生活應該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吧 好 那防疫的期間大家待在家裡 不要到處亂跑喔 最好就是大家家裡 多看 郭巴老師的頻道 郭巴老師也會盡量的剪一些片 讓大家 無聊的時候可以拿來消遣用啊 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郭巴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安妞